好,歡迎來到遊戲... 好,歡迎來到遊戲BOY的頻道 今天是... 25號 星期日 那一樣為大家帶來洛克人S 昨天有說到要打賢敗的部分 所以我們現在在賢敗的關卡 賢敗的攻擊也有他的規律所在 這邊會打一次,然後 全破之後又會再打一次賢敗 那第二次賢敗更難打 所以手殘星玩家繼續... 對,會打一下 一開始會跳起來就好了 然後一開始沒有跳起來 然後他會閃現,閃現之後打你一下 然後閃現之後打你一下 閃現的時候他會突然間又閃現不見 所以那時候發射炮彈對他來講是沒有任何傷害的 好,手殘星玩家快沒血了 所以等一下我又會... 毒檔 好,死了 好,毒檔 沒什麼嘛 好,局...從這邊開始 我應該是要... 我應該是要在... 跟他講話那個時候毒檔 因為這神敗是一定要打的 你沒辦法跳過這個神敗 我現在在測試哪個... 哪一個敵人的武器對神敗很有用 當你發現都沒有用的時候就會心灰意人 就會想說 啊,我為什麼要...要從這邊開始 我剛才應該先毒檔的 這就是人體奧妙的地方 就是永遠都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有時候你知道 可是你覺得你知道你自己在幹嘛 其實你不知道 沒有辦法... 要不要先防守 那你把神敗也跑掉 散敗完全不怕敵人的武器 所以我又重來了 唉呦 呵呵呵呵呵 哇 哇 神敗 對 這是攻擊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往牠 牠要走的地方回跳 人都會忘記自己在幹嘛 我明明就知道說 就是他閃現之後 打你一下會再閃現不見 然後我還硬要發射一顆飛彈給他 對 對就是這樣 好閃現 然後往他地方衝 他閃現其實 小時候有一定的規則 你看死了 好對我這次學聰明在這邊賭檔 在這邊記憶這邊賭檔 好從來 因為被打到一下 一開始不要被打到的 這樣 跳 跳 跳 打 跳 不要站在邊邊角角 因為邊邊角角他會連續砍兩次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他這遊戲魔王設置的 電腦IT好像智慧判讀會 鎖定玩家在角落的時候會連砍你兩次 如果第一次沒砍到就會砍第二次 好又沒學 他開始獨檔 快點獨檔 我在幹嘛 一滴血不可能剛剛扛的過 我就硬要 硬要硬要跟他这样 用一滴血跟他拼 人生有太多奇怪的剑词 好 独打 对 要等他发 第一下的时候 一起发若克人飞弹 然后 你这时候就可以来得及跳 如果你的手把够灵巧 然后你自己也 也OK的话 反应 对 我说反应 好 对 他一定要打到你一下 然后他才会回去 这个神败 真的是 一直在欺负弱小 你有种去打西克马 西克马是最终大魔王 对就这样 对 这样就可以连续打两下 这边如果 如果有拿到手部的盔甲的话 其实基本上是很好打的 因为他 他会怕那个 就是他的扣血会比较快 就是一开始第一次 他会对于手部盔甲扣血会非常的快 可是因为我们刚才犯了错误 就是没有在猫头鹰那一关拿到手部盔甲 好 太好了 我现在终于想起来脚部盔甲另外一个功能就是他可以在空中停留 跳 没有抓到那个时间点 他有再打一次 对 有没有 就是 电脑IT聪明的地方 就是他在 他会锁定你他妈在脚肉 然后 硬砍你两次 他还没发射第一炮之前 他就会先用刀挡住 而且我往往发现另外一个规则就是如果你站在这一格 就是 第一小格的话他不会连砍你两次 他还是会回去 然后又砍一次 对 他只要血量到一定的地方他就会变得 没有像之前一样那么熟悉的规则 跳 好 跳 没跳到 攻击 攻击 他血块没了 这真的很难打 不怕 敌人的武器 然后洛克人炮现在 又还没有拿到手部盔甲 唉 一直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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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困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感觉 这种感觉好像还不错 如果有 有一天 被困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 我可能会 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可是好像也不可以去太远喔 因为 你就是固定时间会 就是一天24小时 如果你坐飞机也飞不到哪里去 好 他要死掉了 太开心了 我们现在只要撑到他死掉为止 好 打他 好 我们现在就是走保守路派 路...路线 说说路派 路派什么 保守路线 对打到了 好 是了 6 6 好 记忆 太开心了 这记忆 没有拿到 盔甲 没拿到 爱心桃子 没拿到武器 至少打完先败了啦 然后现在 我要用猫头鹰的武器 应该是说 我有去查攻略 所以这边 会停留久一点的原因 是因为我应该在查攻略 我忘记我当时在干嘛 因为这些东西 没有办法 边录音 然后边玩游戏给你们 看 所以我现在应该跳出去查攻略了 然后查到 啊 猫头鹰的武器 克制火龙 笨笨呆呆的我 还是没有拿到手部武器 所以就直接去打火龙了 呵呵呵呵呵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好 先预告 今天的影片有23分钟 因为已经预录好了 所以我知道 会有多久 这边都有一定的规则火球的时候 干 你他妈的 其实这边干嘛 这边就冲刺跳 冲刺跳 冲刺加跳就好 它就一直这样过去过去过去 就像 就像玛利欧就是 按住A键之后跳的道理一样 就是 冲刺之后按跳 冲刺之后按跳 它就会 直接一直 跨越跳跨越跳 而不是跳起来之后冲刺 这样子的话会比较短一点 就没有30公分好棒棒 没有手部铠甲 真的很难得 就好像华语女歌手一样 要拿到 最佳女 女歌手奖是很难的事情 你看张慧妹 没有手部铠甲就好像 就好像张慧妹拿不到 国瑜专辑一样 对我现在又要一想停开 看可不可以 用武器 然后把那个 火球可以打爆 就发现不行 然后火球是会锁定你的 小时候明明 只记得说 它火球只会落在那两个地方 没想到说 这个版本它会 锁定你 而不是固定两个地方落下 好像在 跨越一个区域之后 它会 帮你补满血 哇 这让我想到一个宗教学者 Tuner 它有个东西叫跨越 改天也来嘟嘟Cuner吧 Tuner Tuner 对好 补血 补医罐 攻击它 攻击它 这边要用什么 你知道吗 这边要用 猫头鹰的王子 然后被他打一下 我真的是 我还冲了阿小 跳不过去啦 然后又开始用猫头鹰武器 在攻击它这样 然后以为说从那边 然后又被打一下这样 然后我停在那边被他打 真的是 反应迟钝 我觉得有一天我老了一定会老人痴呆症 因为 完全 反应迟钝 还是因为我有吃药有关系 吃生性可药 所以会比较迟钝一点 然后随便无所谓 现在呢就是一直无限的被 连续combo然后快死了 然后我等下就要独挡了 然后又再一想天开看会用 小武器 我为什么会在这边 出现呢 是因为我刚才火龙的关 都没有 及时存档 所以我现在 在选择敌人的地方 独挡 因为我刚才是存在敌人 选敌人的地方 所以刚才你们看到那个 火球的地方我要再一次耍笨 我记得没有 我记得我之后我变聪明 这边不管怎样就是一直冲就对 冲发射炮弹 冲发射炮弹 这样子 跳 好 跳 好 对就这样 冲刺跳 冲刺加跳 是冲刺加跳 不是跳加冲刺 冲刺加跳才会跨越那个距离 然后要算好时间 啊死了 对我忘记 我忘记存档 所以我在这边读档 我应该学大陆的那个 直播主 视频主 博主们 就是小伙伴们 希望不要在这边犯傻 不要犯唇啦你 对我现在又开始跳出去 想说看一下攻略 然后我这时候应该想说 诶是不是有手部武器来什么 我实在这个时候想起来我忘了 好像是在这个时候想起来吧 因为 看这个时间条 我不应该有那么笨的 如果你们觉得 看的很痛苦 你们可以直接用两倍数 因为我现在 在事后配音 我都觉得 哦好痛苦 我怎么可以这么笨啊 对我现在又跳出去看攻略 可是这也让我知道一件事就是 原来看攻略的时候他 游戏画面是会停在 就是游戏的画面 就是游戏的画面 而不是会跟着你跳出去 浏览网页 这一点 好啦也知道Windows 10 他 的 使用的状况 还有他功能的 详细状况 他不会跟着你跳来跳去 所以这个时候我应该查到攻略了吧 现在的我好像感觉是有上帝视角 就是看自己之前在做什么事情一样 这种感觉很特别 做游戏解说 然后解说自己的游戏 我他妈的之后要边玩边录 因为现在 做两次攻真的是很浪费时间 我不喜欢这么浪费时间的 事情发生 好我终于发现了 这边有手部武器可以拿 所以我再玩了一次 猫头鹰关 就在刚才那个尖刺的地方 于是乎 小时候那个他发射的那个 速度跟频率没有那么多 就是他 发射四颗是很慢的 所以我有 我有时间集齐打他 然后以前 以前也记得他 他只要打一次 然后加一颗小炮弹 他就死掉了 打他 上去补一罐吧 补能量 不是能量 补血条 补 补衣罐 血条 不是补武器的能量 是补血条 现在还是很讲不习惯 血条能量 血条能量 重复十次 血条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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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有 我是大德斗 这边不知道跳不跳过去 冲刺跳 诶这边不行 可以耶 干 好爽喔 他可以飞好久 比我那个脚脚的 飞行距离还长 脚的盔甲真的是 距离超短 然后我发现一件事情是他在飞行的时候也没办法集齐,所以我刚才一直在尝试的飞行机器 所以没有 然后就是无限的被攻击 怪好硬 我不知道这个领夹式麦克风收音的范围到底要讲 因为刚才有一台autobi过去 希望你们是没有听到 因为我现在是把窗户打开的状态 在录 事后的录音 反正现在看我视频的人 视频 大陆 反正现在看我 看我 影片的人也不多啦 没关系做长久的 然后做我自己喜欢的 尖尖影片 拍拍周更星期五的周更 然后 读读之前大学时候的宗教系的东西 读读 痒痒身体 我现在身体变得很不错 人要随时充实自己 尤其是现在疫情的关系 比较难找工作 对我现在不知道在犯傻什么 我明明第一次就知道打不到他 然后我现在还硬要打他 我真是他妈的蠢 然后又被刺死了 干你老司卡好 诶 听说那个 Youtube他会 就看你字 就是如果有 星山社或是 暴力社 就是星山社 暴力 或是 比较负面的词 像 像死啊 死掉的死啊 然后或是 杀啊 杀人的杀 就是那些星山社暴力 都会帮你还标 就是 很贴心的一个服务 好 这边就是 射那个蜘蛛网过去 然后 这边要 重复一下 对 因为会容易死掉 然后我刚才 忘记读 存档 所以我要从这边开始读档 老天爷呀 我到底发生什么事 而且这么难 我真的有办法破关吗 对 我们就这样好不好 突然想要唱也要撑你这首歌 对然后过去好上去 另外一边刺死 他这边只有唯一一个解法 就是在那边 对我好 就在我这边存档 对 你要 刚好把网子 设在 尖刺的地方 然后 这样子 对又被刺死了 刚好把网子 设在尖刺的地方 像这就没有事了 对 这样子这个距离 然后往上跳 我第一次呢 犯了一个傻 那个傻就是 这边可以让你选择两个 手部武器 一个是 这个是集气之后 好对 好我们先先看完这个讲解 对集气之后他会有四颗小炮弹 然后可以让你 分开来射 咻咻 咻咻 这样子 然后你再集气他会把四颗集满 这样 对 然后 第二个手部盔甲呢是 黑色 就是 一开始靠出技能那个 就是他一次射出一个超大颗的 这个伤害力很强 应该要选这个才对 可是我当时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选了 第一个 我应该选第二个才对 然后所以 于是乎 我现在在测试就是 第一个 发射大武器跟第二个什么差别 基本上我觉得 游戏设计 设计者应该不会 想说 设计两个 手部武器让你用 然后 发射不同的 敌人的 炮弹 好 我现在看我玩应该就觉得很像小朋友在玩 我现在都觉得我自己很像小朋友 好啦看时间条我应该是 拿 拿完 第二个武器 我就结束今天的 游戏 对 然后我现在在测试可不可以 射出 集气后的敌人武器 对 然后发现是一样的 我真的很蠢 哈哈哈 然后会拿这个是因为想说 诶 它可以射出敌人武器之后 然后再补四颗小炮弹 是不是方便很多 对我现在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想法 所以我就拿完第1个 第1个 手部武器之后就 就走了 然后因为 知道说从这边直接跳出去 它会 回到 主权弹 就是不会让你 跳到敌人 选择敌人的部分 有没有 手部武器之后 攻击 攻击力也变强了 刚才要打很久 现在只要打那个几下吗 他学就快没了 真的是 好了没关系啦 所以今天影片应该就到这边就结束了 好那一样如果 喜欢我影片 的人 记得 帮我按赞留言订阅加分享哦 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才可以收到我影片最新的通知 还有星期五的周更 慈和宛乐的部分 然后心理师的pacast的讲宗教系 一些 宗教学者 然后应用在生活中 有兴趣可以听那个语速我会比较慢一点因为 比较符合人可以思考速度 因为有人跟我讲说 他们希望 pacast的不要讲太快 所以 pacast的我会讲慢一点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大家拜拜 我们下礼拜六日见哦 下礼拜六日就是五月了 提前祝大家 五月一号 劳工节快乐 我没有记错吧 看一下日历 对五月一号 劳动劳动节 不好意思 好 大家拜拜 好